但是事实上你喜欢的那个江晓媛 才是不择手段的小偷 我听阿德说了 你查到原来那个江晓媛的前男友了吧 你心里有情绪让那个小弟叮我 我忍了 你和那个江晓媛的情感纠葛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齐连 你要是替他教训什么前男友耽搁了我的事 那我也没有必要跟你遵守什么约定了 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敢说你这几天不是去找那个前男友了 你要是不想帮我查回家的事 我自己去查 你把手机还我 别在这儿耽搁我时间 还我 听到没有 我都说不定了 你怎么会来 你又是去找那儿一个网站的事 你怎么会来 你怎么会去找那儿这个事 你怎么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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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就是你 我还以为你们感情 有多刻骨铭心呢 结果人家早就另寻心花了 倒是你 像个傻子一样念念不忘 对 我逝去找了小元那个前男友 也多了他很多点 但这件事情 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怀疑他跟我们正在调查的 事情有关 我去找他 周主任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一天 我在他床底下 发现了一枚窃听器 警方后来查了监控 发现那天进过病房的人 除了医护外 只有几个探病的研究生 其中就有这个人 也只有他的行为最可疑 这一切都太过蹊跷了 所以我才满世界地找他 但你回洛杉矶那天 为什么不说 因为这些都是猜测了 没有证据 不是的 你之前所有的猜测 都会告诉我 齐恋 你是不是觉得我蠢啊 窃听器也好 前男友也好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 钟主任的房间里 但是我知道 你觉得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你认为这一切 都跟穿越有关 所以你告诉我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到底是谁害的 要我说得更直白一点吗 那个前男友没准就是 江小元的帮凶 而你一直在寻找的 许静阳就是一切不好的主使 难怪你不敢告诉我 你一旦心眼里就觉得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你一直认为 是我占据了他的身体 但事实上 你喜欢的那个江小元 才是不择手段的小偷 都没有 你好吗 你就不听到 最后一段时间 还能给你 我准备 你 怎么回来 我 不出来 一帮 你 那 你